谢谢阿德江哥好兄弟 谢谢 谢谢阿德江哥哥哥 谢谢你 下楼再靠 闪马开着 哦 这个声音 还是这样图标装备什么意思 一顶辅助干嘛呀 差不多 丁辅助干嘛呀 把他直接杀AD 哪里跑 飞白一流 操 哎哟 杀AD了点 让那个人头不出去 去把河蟹吃一吃 晚上好 完了打过了 这哥们A错了一下 A的一下斯尔你看见没有 好像不是A错了 是E到了我的盒子 就是盒子把E当了 还行还行 虽然河蟹没吃到 但是我们把人杀 这波打得不错 奖励一包 砂锅豆腐 浓汤 牛肉味 太香了 砂锅豆腐的呢 但这个砂锅豆腐太贵了 我初中的时候买他的 他是一块钱一包 一块钱一包 真的是贵族零食 他们小时候只吃得起那种 五毛钱一包的 用那种小麦粉做的那种辣条 所以这个沙锅豆腐对于我当时来讲 是贵族零食 而且又贵 但它的味道真的很好 很重口 而且它是黄豆做的嘛 就蛋白质很好 我在初中的时候上学的日子 当时经常 肖花看到我买砂锅豆腐 他会经常去 小麦布里面偷偷买一包送给我 而且 他送了一次之后我当时说你选的不好 你应该选那种 一包里面有好几块的那种堆积在一起的 那种主要多一点超级好吃 你一样子选的很单薄的一片一点的不好吃 他吃到之后他特地帮我去选 哈斯基 注意开这个头 哎没开到 有没开到 肖花特地帮我去选 然后 天天送我吃一包 而且很贵一块钱一包 对小时候来讲也是一波财富了 没想到他初中我就学会报复博 他有盐 不是有盐料往日子靠 日女没闪怎么说动手 动手 我的分身好像能恐惧到他 你妈 你不能等我分身爆炸的在 啊 你不能等我分身爆炸的在他妈丢Q啊 Q弯离补啊 都是小丑 你还 你还要上画面呢 你个臭黄金一 专打黄金一 不是我开大招了好像没机会 被试一下飞镖 送走 然后把这波冰给他烧 算了不吃了 这冰一点点 赶紧吃完最后一口 真的味道太好了 味道真的太太太好了这个垃圾 什么意思 他好像有闪现了 气势不能熟 先把南博杀了 南博是远距离凌雄 哎可惜 背出来我就能把他换掉 这个狮子狗很聪明啊 追不上我 他从 他从下边利用盒子拿扯我 打狮子狗的话我们也不贪 直接不假鞋 直接买不假鞋 这把的话 我们玩 还是玩刺客 只是出个不假鞋 防止前期被狮子狗不远球 笑着帮一下吧 有点 有点影响那个 团结了他们 他们这说的话有点 不利于团结了兄弟 别说一些影响团结的话行不行 四个位子 来这个走位 P白一丢直接送走然后直接减速 这是个450 我开大招了不追 你回来 可以把人头拿下 给他给一下 南博来了Q仙躲一步就倒丢了好 没蓝了 我没蓝了 拜拜 拜拜的 利用利用稍微利用了一下我们小丑的抗塔机制 这分身爆炸了 还能还有一个盒子再扛一下他 下路怎么直接 怎么直接 这就是小学生吵架吗兄弟们 这个说话好够好逗 跑太快了 算了一下子顶 这个B40狗真的恶臭 10级4狗 10级4狗 卧槽还把我F6偷了 这么能刷 一般来讲 我打也很少等级低于别人的 尤其是这个分段 他等级比我高 8成是小的 不过没什么难用遇到了我虽然搞得了 他成绩上比我高了 干嘛刘头仔 你还给慢了 我到了哪个好 大人大人赶紧教一下 少是在伤害 我这白的 没盯住我们打一套溜 等一发Q不着急 飞标出发星石 隐身 飞标两秒钟 两秒钟 哪里跑飞标加星石 直接带走 拿这个土龙 看能不能打 打龙在闭眼这不 火龙不给 你这小的狮子狗不会是小袋吧 那我这一把 来把烧出装兄弟们 我这把叫做 无敌恶心人之 打电出装 咱们直接黑切 肉多的局怎么出装 肉多的局你他妈直接玩 你直接去玩那个比死哥不好吗 肉多跟你什么关系啊 你把对面ADC切死不完事了 死灵到头啦 哎现在嚣张的狮子狗 有没有Q啊 我有这个大招 就有点小歪 但是把兄弟给救了 我们隐身过来 被刺激到一个飞标直接送走 然后狂追狮子狗 狮子狗跑得油快吗 我也是南城哦 隐身让个视野 能逮住你吗 我能逮住你吗 好兄弟 我逮住了 我逮住你了 你打我怎么跟刮杀一样啊兄弟 等我买黑切你顶得住 买什么呢 再买个青红刀爽一下 别傻逼 隐身过来 想插眼 看到我的 有四肢狗大招 赶紧把星石打出来 这个B四肢狗 操你了 我还以为是插眼看到我呢 别 G8 去浪了 人不在还够吧浪 纯粹的屎 又踩又浪 又是缩减 别浪了别浪了哥 再浪真没了 纯粹的屎 轻身了 又是1带1带1带1 别去了别去了 我没打我没打招 能不能速度来团手啊 等我枪打一下 无所谓 等会没推过来一下 哼 四个没打了 很轻易就杀这两个 你这个比水平还有本事出去找别人 这浮人呢 打一套 打一套 倒解开 闭一手 四个大招 我不要 我们不要被终结了 拿下个装备直接把刀传甲 蓝色的刀传甲能出吗 不是 不是把把出来的刀传甲吗 你这把出来的刀传甲是图什么的 你他妈生命值这么高你还出哪是刀传甲啊你是怎么个猪头吧你不会出这个吧 那里不是纯醋啊兄弟 那里不是纯醋啊我靠你们这么肉你还要买这个 你别告诉我你是买另外一个好吧那你更利品了 等一下我保护一下但是四个我们可能打不死 先跑拖住他们 很尴尬的位置 点直接给 呃 100多的护甲往后拉扯一点 不着急等两个Q 配吃一刀一个飞镖能送走不 下一刀直接带走然后拆高利好像能一波吧一波不了 这把不宜久托得算出去 这把的 大算 反正的小丑说大算假你只能买两个 就是这两个暴击的 不能买这个 因为这个减速我们冲突了 这个减速好像是不能叠加的 你他妈 你要么买巨人杀手要么买重伤 那么什么时候买肯定是看嘛有没肉啊 对面肉不肉啊 还看对面的血量跟你 差距大不大呀 像我这把这么高的血量 然后你让我再买那个 巨人杀手那不有病吗三千血 妈对面救的妈一个 对面没有任何人生命值比我高 顶多有个黑哥 回家顺便还可以买买买乱乱乱乱乱鞋 突然给我来突然给我突然给我来了一句 突然给我来一句能不能出蓝色的 真给我问懵了真的 真的给我问懵了 如果你刚开始对装备理解 就不太深的话 那么 你直接去偷 你直接去这种就是 复制一些那样 就我出什么你出什么你 你不需要需要理解为什么出什么 反正反正你不懂 那很简单 那我们就 到这一看 一刀打了半血 白河在前面 不要着急是不 飞标一流 你还敢于我分身隐身过来 被刺一刀 再飞标一拉 再给给飞标 空太久了 这么半天也没兄弟资源过来 可惜可惜 他不是鞋的吗 攻速都感觉一到 4.0那时候 就是如果说 你在玩个英雄 不管你什么英雄 包括我自己也是的 我在学一个英雄的时候 看着别人高手出 你都不需要理解为什么 漫模仿不就完了吗 这里